全国三级防疫警戒各地风景区全面关闭 封冰箱石门班绍角知名的石门双星地景艺术品 今天一早上午被发现其中一个新断裂 商工所获报后立即封锁现场 秘书郑立于初步了解表示 除了年久失修 再加上近日地震以及热带地气压 外围环流的影响 仍为破坏的可能性相当低 封冰箱石门班绍角休旗区 矗立的双星大理石雕地景艺术品 右边的星不知何故发生断裂 残骸散落一地 接过通报的商工所 立即派人到场拉起封锁线 区隔警戒 只是从5月19号 中央CDC宣布全国三级防疫警戒起 知名的石门班绍角风景区 也配合防疫全面禁止进入 设置也有将近十多年的双星地景艺术品 此时怎么会发生断裂的事故令人关注 经过商工所初步了解 秘书郑立宇表示 可能是受到地震 再加上热带低压外围环流影响所致 秘书郑立宇排除人为破坏的可能 而至于已经碎裂毁坏的石门双星地景艺术作品 该如何处置 未来是否会原地重造 商工所有另外一个大胆的想法 看现场的状况 可能没有办法完全恢复 所以我们会跟当地的艺术家来讨论说 如何再去设置新的装置艺术 让这个官绍角的双星公园 可以更符合在地的元素 他们搭配当地的警官 石门班绍角修气区 2010年左右 商工所重新整治海防部队废弃的班绍所 规划为石门班绍所修气区 设置有小灯塔 双星雕塑 大理石爱心石雕等装置艺术 搭配班绍角360度海景 是台11线另外一处可修气之处 如今修气区的主角 爱心大理石雕作品应声断裂 相公所深表可惜 但也表示或许这也是石门班绍角修气区 一个转变重生的契机 未来将重新规划 再创修气区新面貌 记者是玉兰 风斌采访报道